我觉得蓬蓬会宣教师 这礼拜他的一些信息也带给我很大的鼓励 他直到年初还在吹小喇叭 我们去参加他一个演出 他晚了最后还是出来吹小喇叭 哇 然后过完生日 隔天主接到回天乡 我说主啊 感谢你 我们就可以这样了 服侍神道健康的见主面 阿们 阿们 所以单身的弟兄姊妹 我们大大尊荣你 你也可以像蓬蓬会学教师这样 单身的来服侍神 不是只有婚姻才是你人生的圆满 因为我们教会很看重婚姻 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觉得 好像只有结婚才圆满 没有 没有 圣经中很多的单身人士 而且单身人士对教会贡献都非常大 因为没有家 阿类可以全身的服侍神 所有的恩宠恩典同样会给我们单身的人士 我们为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来拍手一下 他们可以来好好的服侍神 我们的儿主老师很多的单身 这些的辅导都非常多的单身 然后在礼拜五我们秦宇如的祷告会里面 有一个朱利恩最近的一个小小的先知界 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宣告 就是接下来2024年剩下大概五个月 接下来的时间你的生活像标志的奇迹跟突破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神与你同态 神与你同态 敌对你的正在下台 要受激励 你不会失败的 要昂首挺胸 准备扬起你信心的风帆 即将刮起一阵超自然的属神的墙风 使你顺利的走向胜利 这是祝福和恩宠 在你的生命中迅速出现的季节 你会知道你被主所遮盖和祝福 请领受并准备好 奉耶稣的名做见证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上个季节你发生多少事 敌对你的已经下台了 所以你不会失败 要凭信心往前走 扬起信心的风帆 神会刮起超自然的属神的墙风 墙风就是强力介入 使你顺利的走向胜利 神的恩宠会快速的出现在 在你的生命中的季节 我相信我们都来经历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做见证 哇 我果然经历这样的事情 好 今天我们的信息是要来从约瑟的生命里 看自己得恩宠 旁边的人都得恩宠 得祝福 甚至那些伤害他的人 当你 他们也得了祝福 所以当你庆祝那些伤害你的人 因你蒙福的时候就表示你真正的饶恕了 这种真正带着改变力量的祷告 就是我们每天可以选择去饶恕 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约瑟的故事 来看到神怎么样成就伟大的祷告 那在看约瑟的故事之前 我们会看耶稣所讲的一个祷告 这个我们称它为宜山的祷告 什么叫宜山的祷告呢 就是耶稣说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到海里 心里若必疑惑 使信他所说的必成就 就必成了 所以我们称它这个祷告叫做宜山的祷告 因为这个祷告产生了宜山寺的这个回应 祷告的回应 好 那我们看了 这个宜山的祷告下面是什么 好 下面蓝色的字 我们就要一起念来 请 那香妻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哇 主耶稣讲到宜山的祷告之后 接下来讲到说 当你要祷告 要做宜山的祷告 站着祷告的时候 就想起来了 啊 书婉牧师昨天讲一句话 伤害我 然后我要做什么 主啊 我饶恕他 这样啊 就是你站着要祷告的时候 想起谁得罪你 你就要饶恕他 因为有效的祷告的关键在于 饶恕 饶恕开启了 让你的祷告 有效的生活方式 可是很多人都说 有 师父我都饶恕了 我都饶恕了 我爸爸 我妈妈 谁的 我都饶恕了 可是饶恕完了呢 你看他有没有改变 他的思想 生活没有改变 言语没有改变 在伤害他的人的面前 没有改变 行为没有改变 就好像 啊 常常我先生伤害我 我说饶恕他 可是呢 我有没有改变 没有 没事 不要提他了 不要提他 没有用了 他不会改变了 不会改变 永远都是这样 我有没有 我的思想有没有改变 没有 我的言语有没有改变 没有 不用找他 不用找他 不要找他 有没有改变 没有 我们常常都这样 然后就说 我已经饶恕了 我们以为饶恕就是 我不用追讨而已 可是我们就是 都没改变 言语都没有改变 我们就跟他划定界限 好 那我们来看约瑟 约瑟呢 他做了一个梦 在那十七岁的时候 他做一个梦 他的梦的内容是什么 那个梦内容是 未来他会非常的有杰出 非常杰出 非常重要 可是这个梦里面呢 有一些约瑟自己的看法 他梦见什么 他梦见 他的河捆站着 然后呢 他的兄弟们十一个河捆 跟他下拜 这个他梦到 然后他梦到这样之后 他又很白目的 去告诉哥哥们 我做一个梦 梦到你们的河捆 都跟我河捆下拜 有没有很白目 又做了第二个梦 有梦见什么 梦见太阳 星星 月亮 十一颗星星 太阳 月亮 十一颗星星又跟他下拜 这个白目的月色又来了 哥哥们 我告诉你们 我梦见 我又做了一个梦 太阳 月亮 然后星星又向我下拜 哇 那个哥哥很愤怒 爸 他又去告诉他爸爸 因为你没有太阳嘛 所以去告诉他爸爸 爸爸就是太阳 爸爸 我又做了这个梦 你们都要向我下拜 所以你觉得 这个梦是 是怎样 约瑟在这个梦里面 有一件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怎么知道 他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从诗篇105篇 第十九节 神讲到约瑟的这件事来看 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 来 请 19节 只等所说的应验 哇 这里说 只等所说的应验 约和华的话 试炼他 所以表示约瑟 在讲这个梦的时候 有很多他自己的解读系统 所以需要约和华用神的话 来试炼他 只等到所说的应验 怎么样 神在那梦中的事情会应验 约瑟的梦 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但神的工作 是要让约瑟成为他梦中 看到那个人 就是所有人会跟他下拜 约瑟是自我中心的想 哇 我高高在上 你们每个人都要跟我下拜 可是神的梦 是要让约瑟成为那一个领袖 领导 因此呢 约瑟犯了这个错误 就是他把梦告诉兄弟 如果你做这个梦 你会去告诉那些兄弟 说你们会跟我下拜 谁会做这种白目的举手 真的吗 你真的会吗 他真的会吗 真的啊 好 你要知道 约瑟是爸爸最疼的孩子 他爸爸已经是 都不安靠 都不羞逝的宠爱他 然后因为他是约瑟最爱的太太 是雅各最爱的太太所生的孩子 雅各就把所有爱在这个孩子身上 所以又给他单独一件 彩衣只有他一件 兄弟们都很恨他 尤其约瑟又白目 每次看到哥哥们做坏事 都又回去 爸爸我看到爸爸 哥哥他们又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兄弟们都很恨他 最后都很想要杀他 又说你做梦我们都要拜你 我把你杀了 看我们将来拜不拜你 结果呢 没有杀成 因为刘辩老大 刘辩说我们不应该把他杀了 不可以 然后可能刘辩去上厕所 他们就给他下在坑里面 然后就最后就卖了 卖了人家人口贩卖的人 把他带走了 这个梦呢 已经很尴尬了嘛 别人要帮你下拜你又讲 要告诉别人 不太明智 这个就是像圣经所说的 圣经说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 不代表这十一个兄弟是猪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你不要把宝贵的东西 放在不珍惜的人面前 这就是约瑟的错误 我们这也是常常这样 把宝贵的东西 然后讲给不懂的人听 然后你又讲得不合一 就带来很多的灾难 好 约瑟就被卖为 你知道就被卖了 开始他的人生 我们刚刚讲说他是不是大蒙恩宠的人 是不是 可是被卖做奴隶呢 奴隶是恩宠 我先问一下奴隶是恩宠吗 可是他是不是大蒙恩宠的人 你好矛盾哦 我们看一下 约瑟就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 这个埃及人是谁 是副卫长波提法 然后呢 他在他们家 约瑟当奴隶 在他们家 圣经说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有没有蒙恩宠 你不要说百事 你十事有没有一件事顺利 就一定很感谢神 他百事顺利 然后呢 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 然后耶和华因着约瑟的缘故 赐福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 田间一切所有 都蒙耶和法的赐福 这样还没有蒙恩宠哦 很蒙恩宠 虽然当奴隶 很蒙恩宠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有钱人 他们家的豪宅是谁住 外劳住 他们家的名车谁在开 司机开 其实长行也是这样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意思 我们继续来看 圣经说约瑟无论做什么都带来新盛 所以波提法的家里就新盛起来 不但家里任何的东西都新盛 养了猫狗都生很多 牛羊都生很多 田里就是五穀杂粮也都 非常的茂盛丰收 他被迈瑟在这里 这么大的蒙恩宠 所以连波提法都看得出来 哇 就把所有事都交给他 甚至波提法的太太 看到这个小鲜肉 真是流口水 所以呢 非常的欣赏他 那这个太太呢 就趁着主人不在的时候 就用眼目传情 可是约瑟都看不出来 都不接收他的眼目传情 然后他就抓到他 因为他都不眼目眼睛 都不接他的眼睛 只要抓住他说 你来跟我同情吧 跟我睡觉吧 然后约瑟讲什么 约瑟讲说 讲这个话 他说全家主人都这么信任我 交给我 他没有留下一样的东西 不交给我 只留下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 得罪神呢 那个意思是什么 那个理由不只是道德上 而是他说 主人这么信任我 为什么我要背叛他的信任 要破坏他的婚姻呢 约瑟在维努的日子里 我们刚刚讲啊 他的约瑟的梦 他看自己的梦 觉得很自我重心 哇 你们都跟我下拜 可是这不只是约瑟的梦 那是神的梦 神要让约瑟成为 他梦中的那个领袖 所以接下来神开始训练他 被卖为奴隶 也是训练的过程 然后训练他的品格 约瑟在做奴隶的日子 他学到了一些的品格 神在他生命当中来工作 他不破坏他的老板对他的信任 这都是诗篇105篇第19节讲的 只等到他的话成就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这都在神用他的话在试炼 这个约瑟 神不断地在约瑟生命中建造品格 目的要使他成为拯救他国家的人 好 这么忠诚 不破坏主人对他的信任 结局到哪里 这有蒙恩宠吗 对你来讲有蒙恩宠吗 笑到监狱哦 那我们看 一个蒙恩宠的人 不管你的环境多恶劣 你都蒙恩宠 你就不怕任何的环境 好 我们看他在里面 他到监狱里面哦 这个监狱是什么监狱 关哪些人 王的囚犯 王的囚犯 就是曾经坐过往旁边的人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关到这个监狱 因为他 他是谁的 铁牙下间的 佛提法嘛 也是往旁边的人嘛 护卫长嘛 你知道吗 你连被卖到哪里 谁会买的 你都在神的计划 为了要跟王的囚犯关在一起 以致你有机会 可以 遇见 上帝的安排是非常的奇妙 这里说 耶和华与 是我都按到了吗 是吗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他在监狱里面 也做到 典狱长 监狱里面的老大 也就是当盖帮也当盖帮的帮主 那在私欲的面前都蒙恩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欲一概不查 也就是等于当监狱长了嘛 什么事都交在他的管理 因为约瑟与他约瑟同在 约瑟使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大叔叔的人 刚刚我问你说 这样蒙蒙恩宠 大叔叔的人 认为恩宠都是豪宅 例如高雄的豪宅在哪里 美术馆还有哪里 澄清湖还有哪里 高雄豪宅区在哪里 农十六 还有农十六 还有亚湾区嘛 还有这些 这些的豪宅 大叔叔的人以为 我蒙恩宠就是住豪宅 然后呢 开名车 大头钱 那你看 约瑟 这些都不是他的 他周围的人都大蒙恩宠 对约瑟来说 他的恩宠是什么 在监狱里面开 开名车吗 开到哪里 在监狱当中 约瑟的恩宠是什么 就是 对啊 囚犯喜欢他 不会欺负他 顶狱长喜欢他 这就是他的恩宠了 你在监狱里面住什么豪宅 装不进去 没有用的 所以对约瑟来说 他的恩宠意味着在监狱里面 其他的囚犯喜欢你 这就是恩宠 而且顶狱长非常喜欢他 整个监狱交给他的管理 因为顶狱长信任 约瑟的管理能力 好 他因为在里面大蒙恩宠 所以大家对他都非常的敬重 突然间 王的两个官员 都被关在里面 一个叫酒镇 一个叫做善长 就是管酒的 管善食的 他们两个各做了一个梦 然后 因为约瑟太蒙恩宠了 所以大家都敬重他 他们就说 来问他 然后问他说 我们做了这个梦 约瑟就跟他讲 姐梦的不是出于神吗 来吧 你们就帮你的梦告诉我 如果他没有蒙恩宠 没有受敬重 这两个人会把梦 跟他讲 不会嘛 因为这两个人是官 也是当官的 所以他大蒙恩宠在这里 约瑟说 姐梦是属乎神 其中一个酒镇做的梦 就是他帮法老端酒杯 然后说 未来你会重新恢复你的官职 但是善长做的梦 就是他头上的食物都被吃掉 他说三天以后你就会被砍头 事情就发生 所以九正就说 哇 他解的梦 解的真好 而且都真的实现 约瑟跟他讲说 我真的是被害的 我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我是被害的 你出去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那九正说好 结果就忘了 人答应你好的时候 就是会忘记 那很多人解经呢 都用善恶术来解 约瑟你看 还是用人的方式 还在那边求人 所以你求人就给你延后两年 再出来 就让九正忘记两年 你觉得是这样吗 都不要用善恶术写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九正出来 就要记得他 就马上给他报恩 给他弄出来 然后约瑟就出去夹头楼 请问当法老做梦的时候 谁找得到他 只能把他关在监狱 可以随时找到 关到什么时候 关到法老做梦 然后法老做梦的时候 神就让九正想起来 因为那个timing就对了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埋怨很多的事 什么事都在神的时间里面 好 约瑟 你看又等了两年 约瑟在监狱关很久 整个多久 约瑟其实经历了伤害 当他在跟九正讲 我是被害了 那个哥哥整个害他的感觉 事情历历在漫 在牧 然后想到哥哥们 把他下到坑里面 然后本来要杀他 后来把他卖掉 这都很大的伤 自己的兄弟 而且很久 他以为他好好做个奴隶 奉公守法就好了 没想到奉公守法 还被下到监狱 他以为我帮人家解梦了 是不是可以苦尽甘来 没想到出去就忘记 其实对约瑟来讲 这些的伤害都是很大的痛 约瑟17岁跟哥哥去牧养 他跟法老碰面的时候是30岁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从贝麦当努力到 碰到法老这整个做监狼 大概13到14年 可是他跟家人 跟家人相见几年 因为他做那个梦 有七个丰年 七个丰年没有相见 他知道荒年的时候 他的家人遇到饥荒 他来找他 而且他遇到 他说现在已经两年饥荒了 还有五年 所以至少这个家人 再加九年嘛 我是这样算的 所以达到跟家人相见 至少几年 22年 这22年来 被家人的出卖 背叛 而且本来是一个妈宝 就这样出去闯荡 其实很大的伤 每每想起来是很多的痛苦 你知道当人伤害你的时候 时间能不能解决问题 22年过了 比较不痛了 是吗 不会 还是 忘不掉啦 那个痛很厉害 别人对我们的恩典 忘得很快 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死都不会忘记 那个都 见公公公公过去 都不会忘记 约瑟现在在监狱里面 法老做梦 需要解梦的人 22年 好 你想象一下 哪一个 这个法老是那时候 埃及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那时候 这一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最先进的国王 会召见一个囚犯说要来问他 请问一下 我这个梦 什么意思 有重视吗 需要他的建议 这本身就说明 为什么 约瑟在监狱里 有多大的恩宠 连我们用人都很少会用到 有前科的人 一个法老 一个总统 一个领导者 会到监狱去问一个监狱里面的人 这纯粹就是神迹 就是上帝就让他很有恩宠 所以监狱的人 没有人说他不好的 所以他去问他 而法老做了什么梦呢 法老做了 而且梦到两次 因为第一次梦 梦就是七只肥扭肚 七只瘦扭肚 然后瘦的就把肥的吃掉 然后起来 又睡着 又做另外第二个梦 第二梦就是 七捆肥赚了 那个核捆 然后七捆瘦的核捆 瘦的又把肥的吃掉了 哇这两个梦 为什么连续两个梦 因为圣经说 这是约瑟讲 因神命定这事 并且必述述成就 也就是说圣经非常强调 上帝重复的话 也许上帝重复一句话 表示呢 这一件事重复啊 重复一句话 重复一件 是表示神现在很紧急 想要实践这件事 那有些时候 圣经里面反复啊 反复的讲一个话题 就是你在神的话语的 实现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没有勇气 你在实现他 没有勇气实现 所以需要不断的有勇气 所以他就会 不断的出现这个主题 比如信心 比如很多 就这些主题就会不断的出现 就是我们看圣经的原则 那圣经说 你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我们在一个先知文化 很强的环境啊 我们教会算是先知性文化很强 很多时候你 也会说 哎 零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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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再抽一下天使礼物 已经算是先知文化很强了 可是很多时候 神对你讲的话 你都漫不经心 你不会去注重 神对你讲的话 而这两个梦 的内容就是 七年都在讲 七年的丰年 然后之后会有七年的饥荒 而七年的饥荒 会把前面的丰收都吃掉了 所以约瑟就出了一个建议 就说要盖粮仓 所以我们就称他 约瑟的粮仓 现在常常听有人讲 约瑟的粮仓 就是在你丰富的时候 你要储存粮食 以至于在饥荒的时候 全国就可以度过 这个是这个策略 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智慧跟策略 好 最重要的机会来了 我们刚讲 22年 他们没有相见 那因为在迦南地 也一样饥荒 所以雅各跟他的孩子们 就想饥荒了怎么办 听说埃及有粮食 他就叫他的儿子 要去埃及找些食物 我们要进到重点 约瑟跟他兄弟相见 22年 要相见 因为他们第一次 来拿粮食的时候 约瑟没有跟他们 告诉他们他是谁 让他们回去 关了一个叫西缅 留那个兄弟 就是让他们回去 把哥哥跟小弟弟一起带来 其实约瑟要全家团圆 你要记得这个十个胸 十个哥哥是怎么样的 卖他的 害他的 要是你有机会 你有权 有权柄 可以惩罚 这些害你的人 你会怎么样 把握机会 我们都以为我们的恩宠是什么 那些害我们的人 出去被车撞死了 然后我们就说 感谢神 神真是恩宠我 神真是替我伸冤 你会跟我一样的举手 你们都跟我一样 可是约瑟不是 约瑟不是 他叫兄弟 第二次了 叫兄弟来 他就说 我呢 他们还要怕死 他们很害怕 因为约瑟那时候是全国最有名的人 他说你们进前来 他们好害怕 进前来 他说什么 我是你们的弟弟 约瑟 就是你们迈到埃及 你听到会怎样 22年来 22年这一群哥哥们 过好日子吗 他们没住监牢吗 都住在一个愧疚的监牢 因为你看圣经就看到他们在想 我就跟你讲 妈叫你那时候不要杀他 不要卖他 你们都不听我的 我也跟你讲 你鼻子在怪罪 你看圣经 我非常喜欢看创世记 然后他们在讲 约瑟在旁边听到 真的那个伤又出来 只好偷去外面偷偷的哭 你看圣经描述 以后叫冠神编剧来演好了 我都自己演 但是呢 他们吓死了 你是约瑟要来惩罚我们 他马上说 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 是你们卖到埃及的 但不要因为你们卖我到这里 感到难过跟自责 因为是神把我放在这里 弟兄姊妹 约瑟看到神的主权 你只有看到神的主权 你才能够饶恕 不然你没办法 因为你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的凶恶的哥哥呢 因为嫉妒就可以把这个弟弟卖掉 甚至想要杀他 神能够将我们生活中 当你看见神的主权 你看到神可以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经历 好的坏的丑的都编制一个属神的故事 变成一个荣耀的故事 我知道你生命中可能遇到很大的凄产 可是神是掌权的神 神是主权的神 他会把这些的故事编串起来 最后成为一个荣耀的故事 所以 但是很难的时候是 最难的时候是在 他还没有出监狱 那个久正忘记他 我觉得那两年是最艰难 因为处在当中 你看不到救赎 看不到和解 然后你受到污蔑跟指控 所有的事都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来发展 这是最痛苦的时刻 约瑟在这一刻 当他请他的弟兄们兄弟们靠近 然后说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 是你们迈到埃及的时候 他饶恕了 他饶恕 他已经饶恕他的哥哥们了 所以首先饶恕不意味的忘记 弟兄姊妹 饶恕不是你忘记了 不是 其实忘不掉了 怎么可能忘掉自己被错待 不是说你要忘掉你自己被错误的对待 只有神可以选择忘记 但是你要相信会有救赎 会有神介入的时刻 饶恕是意味着我要正确的管理我的记忆 怎么样正确的管理我的记忆 是要正确的从神的眼光解读我的记忆 你一定要在你的记忆当中看到耶稣的存在 到底神怎么在这些事里面掌权 如果你没有看到神耶稣的存在 你的记忆只有苦毒 只有受伤 因为耶稣今天救了我们的命 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记忆 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做医治释放 因为你的受伤记忆是要太痛了 你也很难让耶稣介入 因为你会觉得如果耶稣怎么可以容许 他们这样欺负我 你就很难 所以有些时候需要做医治释放在这里 弟兄姊妹 神在我们的当中 你要让耶稣介入在你所有受伤的部分 然后你要管理有耶稣介入的记忆 不然仇敌会一直来攻击你 你要他怎么样拯救我们 要管理这些的记忆 因此你要意识到 无论你手上的牌怎么样 没有神赢不了的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他都可以把那个精力转化成你的力量 来彰显他的荣耀 最后你要归咎你 这是信任 你要信任谁 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信任谁 信任神是不是很难 其实很难 因为社诈蒙恩宠 然后会被卖 卖去当奴隶 他是他的家的宠儿耶 他是骂宝耶 被卖到当奴隶 他怎么能够信任神 很难信任 信任人真的很难 可是我要问你 约瑟有别的选择吗 兄姊妹 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你可以去信任 那个从不说谎 从不失败的神 还是要选择信任你自己 我跟你讲 你信任你自己的经验 大部分都不好的 大部分 当我们来信任这一位 从来不说谎的神 而且呢 这位 你决定自己是 所有智慧跟知识的源头的时候 从来没有好的结果 你已经走过很多愿望路了 我知道 当你知道他是完全信实 神讲的话 信实完全完美的父亲 无条件的爱我们 从不说谎 而且他都为着我们的利益 在做事情 为了叫我们得着好处 你不信任他 你还能够信任谁 你为什么要信任你自己 为什么要信任你讲的 为什么要信任我 我们都 自己不能相信 就会相信朋友 就信任这个 我们要来信任神 我们要来看 真正的恩宠 是看见 恩宠在你的身上 可是却为别人 带来许多的祝福 有些时候 神的赐福 恩宠在你身上 可是因为你出现 你旁边的人 就领受了这些的赐福 有没有 你看教会 多少人因着你来教会的 多少人因着你信主的 然后他们的负债就减轻了 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改变了 你看 你就带给人许多的赐福 而不是你自己 约瑟仍然是努力 可是他的主人 却因着他的恩宠 来兴盛 你觉得神在做什么 神在带你一个有梦想的人 而那个梦是谁的梦 神的梦 不是你的梦 你以为是 你做梦 你以为都是你的梦 其实那是神的梦 神的梦 希望你成为那一个领袖 约瑟对属神的梦 刚开始 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我自己处高位 别人都要跟我下拜 别人都要尊敬我 他对神的梦的理解 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就以自己为中心 全世界都绕着我转 请问你们家只有两 你们家两岁的孩子 会这样 全世界绕着大家转 谁不跟他讲话 他就哭 你就要给他拍手 给他捧啊 他这样跟我就好 那是两岁孩子做的梦 神就把 约瑟从这个自我中心的梦中解救出来 让他意识到 不只是关乎你 这个梦不只是关乎你 人们很多时候在讲那个梦的时候 主 师母我梦见 金币从天上掉下来 是不是我明天去买股票会大赚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解读 我们自己的梦 我们当他这样 那如果这样我给你庆贺 但是呢 只有两岁的孩子会认为 世界就绕着他们的转 有时候我们的梦就是这样 觉得全世界都绕着我们转 可是真实约瑟的梦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恩宠 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心胜 是谁心胜 波提法 因为房子也不是他的 车子也不是他的 也不是他的收入 也不是他的工作 也不是他的自由 不是他的家庭 不是他的产业 是波提法蒙福了 为什么 因为恩宠在约瑟身上 然后他们蒙福了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告诉你 你还是大蒙恩宠的人 有时候神衡量 衡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宠 不是用我们累积了多少 成就了多少 而是通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宠 透过我们的顺服神 你为周围的人带来的影响 弟兄姐妹 今天要颠覆你对恩宠的观念 免得你一直活在自我中心当中 你无法真正成为神 在你生命当中你的命定 你看啊 耶和华与耶稣同在 向他施恩 耶稣可以经营他们的事 天御长一无所问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尽都顺利 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 他跟他兄弟之间的这个对话 你看 他跟他讲 他说来 进来 我是你们的弟弟 约瑟 被你们卖到埃及的 现在换到我了 是这样吗 不是 他说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他的思想有没有改变 改变了 他的思想改变了 他的言语改变了 这样看来 原来是神的掌权 猜我来的 不是你们卖我 猜我来的是 神 弟兄姊妹 只有我们 整个改变了思想 猜我来的是神 我们通常认为 神不会制造邪恶 他不会让 让兄弟们故意来震恨他 卖他为奴的 邪恶行人 神不会做这种事 但是神可以使用 人出于自由意志的 愚蠢跟决定 这些哥哥的愚蠢 他们的自由意志 是嫉妒愚蠢把它卖的 上帝能不能使用 可以 不是神让他们卖他 你一定要理清楚 神可以使用 来彰显神的荣耀 神完全自愈 用他的作为 超越我们的愚蠢决定 所以有一个牧师 讲这句话 让我很得安慰 他说神在规划 我们生命的时候 已经考虑到 我们生命 所有的愚蠢 哇 所以弟兄姊妹 没关系 傻傻 做了一些愚蠢的决定 上帝早都考虑到了 神可以盖瓜 承受 而且完全可以翻盘 所以你看约瑟 他首先承认 我记得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把我卖了 到 卖了 卖了 第二 我知道你们的意图 是邪恶 你们是要杀我的 但是神掌管一切 他使用你们邪恶的决定 成就他的美意 他差遣我到这里 关键最后 约瑟说 裁剑我来这里是什么 我要拯救你们 你们配吗 你们把我卖的人 你们配得我拯救吗 拯救这一群不配的人 他说 怎么都坏了 来看一下 好 看这里是我们最后的点 最后约瑟死的时候 他讲这句话 我们念一下好了 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 离你们从这地上去 从他启示说 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之地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搬上去 最后约瑟讲的话 如果我们要写 约瑟最后的评语 他的墓碑上的墓字名 我们大概会觉得 做梦的人 一个饶恕的人 这都不是神写 神写的是什么 神写的是 约瑟临终的时候 以色列的家族 要出埃及 几年了 他们住到埃及几年 四百三十年 他已经讲了一个预言了 你们要出埃及 为什么 因为他的骸骨 要从埃及搬到 迦南美地 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要从这里把我的骸骨 把我的骨灰要带回去 所以这里在做什么 约瑟是个做梦的人 起初他的梦 关于他自己的成就 跟重要心 跟我们一样 都自我中心 什么都是我 我要蒙福 可是呢 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这个梦成了 关于神子民的祝福 就是关于 以色列子民的祝福 以色列子民 终究要离开埃及 埃及不是你们的家 即便你住了四百年 到生命的尽头 约瑟在那里宣布 神依然会赐给以色列 你们在迦南美地 应许之地 不要把我埋在埃及 我的骸骨要放在 应许之地 迦南美地 因为我的骨灰要成为 神兴起 在以色列新民族的种子 成为那复兴的种子 他在那里这样的宣告 他的梦从关于他自己 变成关于上帝子民的祝福了 不是说关于我自己是谁 不再说我的祝福 不再说我 不是了 已经脱离自我中心 约瑟把他的生命舍下 这就是恩宠的真谛 弟兄姊妹 一个大蒙恩宠的人 不只是在地上五指登科 这是很小 神会赐福给你 但是神在你生命的目的 不只是这样 神在你的命定里面 你的生命 你的命定不只是这样 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从那个自我中心里面可以出来 你能够走向神 给你生命的命定 一定超过你现在 所以诗篇105篇 19节还在说 耶尔华的话 试炼他只等到所说的应验 所说的应验是什么 试炼他只到约瑟死了 400多年了 当摩西带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应验了 他们进到迦南美地 神的话还在试炼他 约瑟知道生命的尽头 最后这一句话 就是他又说 有一个应许之地 我希望我的骇骨 可以埋在那个应主之地 因为神兴起了新民族的种子 他都没看见了 信心就是 看人家未见之事 信心就是 以坚定的信念跟目的 知道神会为他的子民 预留了土地 没看见就知道会有土地 这就是饶恕的大能 饶恕的大能在个人的梦想 跟群体的梦想之间 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不只是饶恕 当你 饶恕的大能会把你 从你个人的梦想 进到有影响力的群体的梦想 人对群体的影响力 饶恕本身是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饶恕深入到约瑟的生命 大大的影响到约瑟的思想 价值观跟对人的看法 一切都改变 他知道 不一样了 他知道原来是神差我来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不用自责 你们安心地住在这里 饶恕的大能看到那些 本来应该受罚的兄弟 得到了不配得的祝福 他的家人 这些想要杀他的兄弟们 得到了尊荣跟心圣 得到了 得到了就是法老以下 他们都得到了 都得到最大的尊荣 弟兄姊妹 如果我不能庆祝神 给罪人的祝福 那我自己就不配得到祝福 因为我也是 如果你不能庆祝 你跟我一样 如果只想到那个 伤害我的人出去被车撞死 那我们也不配得到老鼠 因为我们也是罪人 神老鼠我 我并没有比那些伤害我的人 更配得祝福 一个带着改变能力的祷告 最重要的就是 持续不断的老鼠 所以老鼠应该在我们生活的日常中 表现出来 也就是当你要祷告 为你的困难祷告的时候 就想到 谁伤害我 要捣蛋着祷告的时候 想到 书婉伤害我 主啊 我要老鼠他 就做这个老鼠的祷告 而老鼠的祷告 不断的老鼠到 主啊 你祝福书婉 使他兴旺 哇 就开始用祝福了 你希望他发旺 你希望他蒙福 这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就是说 当你要看到 移山的祷告的成就 有移山的能力的祷告的成就 你就要先做饶恕 接下来是饶恕的祷告 所以这位做梦的约瑟 神的话语试炼他 他要学会如何活在饶恕中 不只饶恕那些人 不再被审判 而且要饶恕到 他们得到祝福 饶恕他们得到成长 而且他们得到 不配得的恩宠 不断的饶恕 不断的饶恕到 然后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发旺 希望他们过得比我更快乐 这做得到吗 做不到 这叫做神来的饶恕 除非你经验神这样的饶恕 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 神说 我饶恕的能力 还有我饶恕的承诺 会加速神在地上的复兴工作 你的影响力不再是你个人了 当你我愿意饶恕 我饶恕的 我愿意 我愿意的时候 会加速这个地上神的复兴 神说你饶恕 我就饶恕 神说你饶恕 我就饶恕 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给出恩宠 给这个你伤害你的人 我就会用我的恩宠 更多的支持你 如果你给出怜悯 我就会扩张我的怜悯 更多给你 如果你给出恩典 我就会更扩张我的恩典 兄姊妹 本来所有工作神都可以做 神不需要我们 但是呢 神邀请我们跟他同工 显明这些 我们这些行在饶恕中 不配的人可以成就伟大的祷告 成就伟大的事 神邀请我们跟他同工 所以你知道吗 在启示录讲 宝座上的狮子吗 宝座上没有狮子 宝座上是什么 羔羊 你唱了歌你就说 宝座上的羔羊 不是狮子 是羔羊 提醒我们 不是提醒我们的罪 而是提醒我们神的恩典 羔羊 在你不配的 在你要背叛死心的时候 这一只羔羊 我也代替你 他不但赦免你 代替你受惩罚 他给你的恩典 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从生是内外 从内而外的改变 不是外面的规矩 是神的生命 让你进入到一种饶恕的状态 然后很多不可能是 借着你的祷告就突破 因为你饶恕 你就没有拦阻 很多的事 你的祷告就成就 带来宜山的改变 宜山式的改变 就命令 山移走就移走 这样宜山的祷告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不是只有这么少 我们特别已经活在末世的时代 耶稣即将再来 互兴飞很快来 而且已经在复兴当中 神要施恩给我们 要来施恩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有一段的事祷告 神要使用你 绝对不是只有现在这样 祂使用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让你自己的梦想 不再光乎只有你自己 然后将你从你自我中心当中可以出来 很重要的是祷告 我首先是要邀请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其实讲到现在你应该知道 你现在要祷告的时候 有一些你过去的伤害 有一些过去的伤害就浮出来 神要来饶恕 你要带你来饶恕这些人 我们当中有一些家人 我看到两个监牢 一个是罪疚 那罪疚这个监牢呢 是十个哥哥住在那里 二十几年他一直活在一个 很深的罪疚跟控告里面 他不知道要怎么出来 因为他觉得他做错事情了 不管在什么时刻 这是一个隐藏的很深的记忆 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知道你伤害了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而这个痛呢 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你没有办法 你信主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 你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 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 罪大恶极的人 怎么可以这样子伤害你的至亲啊 那第二个呢是背叛 背叛呢是 这里面是住着有一种 住着呢就是 你是像约瑟一样 可是可能这个背叛呢 不是从你的兄弟姐妹来的 是从你的父母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你感觉你的父母 很深的伤害你 背叛你对他们的爱 背叛你的付出 甚至忽略了你 没有看到你的存在 所以你住在这个 背叛的煎熬当中 我觉得今天神做一件事情说 啊神 我看见耶稣走过来 我看见耶稣 他看着你 耶稣就哭了 耶稣说 孩子 这么多年了 让我带你走出来 让我带你 走过你生命中 跨不过的监牢 让我带你 走出你生命中 你永远没有办法 面对得通 我看见耶稣 把他盯成的双手 放在你的心上 他的血 就浸到你的心里面 你的食心开始活过来 你哭干的心 已经流干的眼泪 突然又复活了 耶稣说 孩子 我已经把我的 复活的大能给你了 现在把它给你 让你可以苏醒过来 让你可以来经历 神的爱情 神的爱跟神的大能 我们来祷告 也许你住在 背叛的监牢 背背叛 许多的背背叛 婚姻的背叛 你愿意脱离 这个背背叛的监牢 你开口来饶恕 来饶恕 如果你是 在愧疚的监牢 你愿意接受主赦免你 说主啊 你赦免我 我一定要接受 你的赦免 我们开口来祷告 来饶恕 有一些 你认为伤害 你背叛你的人 你开口来饶恕他 说主啊 我要饶恕谁谁谁 我要饶恕谁谁 他这样背叛了伤害我 结束我要开口来 我要来烧 主啊 在我的生命中 我的家人 主啊 主啊 因为这样的伤害 我愿意老鼠 信念宣告老鼠 主啊 宣告老鼠 然后来祝福他们 来祝福他们 来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兴生 祝福他们兴旺 祝福他们兴旺 这些伤害你的人 他们要兴旺 他们要兴旺 今天这是一个 很颠覆性的 恩宠的信息 月的家人 神透过今天这个信息 颠覆我们对神 所谓的恩典恩宠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 恩宠是发生在 非常顺利的环境 但你知道 很多时候恩宠 它会发生 在非常不如意的当中 被卖到埃及 成为奴隶 成为囚犯 这个过程 都是神正在 预备我们这个人 要承载领受恩宠 或许过去很多先知性 或你自己在神的面前领受 有一些的感动 有一些方向性 意向性的带领 或许你总觉得 主啊 这个意向 这个带领 是不是在现在 这个环境或什么 但当你继续来领受 寻求的时候 神会扩张你 总觉得这是属于我的 到最后是属于这个城市 或属于神的国度 我很年轻 有很多人对我发预言 包括干通牧师 我们在台北牧场的时候 很多国内外 非常有名的先知 对我发过预言 你要成为那个箭头 你要成为先锋 你要成为pioneer 讲的我都非常飘飘然 然后你要成为一个使徒 这些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听到这些先知 预言在我身上 我总觉得 是不是神 你透过这些预言 让我做一个全台湾 最大最大教会的牧者 我都想到是自己的成就 自己的成功 慢慢慢慢 神在我的旅程当中 预备我的生命 这预备的过程 有很多的艰难 我不知道 我真的要成为 这个预言也好 不要忘记 在熬练中 是神的梦想 或神的意向 神在你心中的负担感动 是神放在我里面 是神亲自要成就的 所以我只很开心说 哇 以后神要很使用我 我要成为一个 多没有恩高能力的牧者 但这个过程当中 我从来没想过 神透过 对我个人的预言 是要成就一个城市 成就一个区域 而不再只是我自己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师母更没想过 会离开台北 而这个预言 才会成就 就像约瑟 他一定要离开 他父亲非常宠爱 溺爱他的家 这个预言 才会成就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我们总觉得 是在一个非常平顺 安逸的环境 会成就这些事情 但是却没想到 是我们生命 要怎样承载 因此当师母在预备 这个礼拜信息的时候 我们在以色列宣教师 素贞 他就 就 赖一段话 我们今天早上都有看见的 当你领受 启示 或神给你很大的恩赐 的时候 注意你的灵要刚强 你的生命 是否尽到神 为你预备能承载的 所以今天最后 要为大家来祷告 月儿的家人 神对你有奇妙的计划 神对你 一定有奇妙的应许 神放下负担感动意象 在你身上 你千万 今天的信息很重要 千万不要只是当作自己的 神 祂是用国度性的眼光看待 譬如说你在一个地方 你做的校长 做的院长 你在做的经理 做的总经理 做的董事长 你要想到这些都不是自己 神啊 那我对这个城市 我对神 你放在我的环境周围的人 他们有没有透过我 神你正在要说什么 或借着我 他们要在耶稣基督 蒙了什么样的大福 所以都不是自己 好不好 我们一起求圣灵帮助我们 好不好 第二个祷告 刚刚是为着有些伤害 让你没有办法走出原谅 饶恕 今天你这个祷告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神已经成就 这礼拜发生在师母身上 就他做了一个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的大场景 在他身上就发生好几天 他一直觉得 我就说主啊 求你怜悯 我就相信这个邪已经止住 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 师母有便秘的现象 所以他前面遭遇很多的痛苦 所以那个痛苦 或那个惊恐在他里面 我要表达的是 第二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是 你的伤害 饶恕 已经发生 我就强调 你不要说 怎么感觉又回来 感觉会再来饶恕 第二个祷告是 曾经 无论你个人灵修 或在先知预言 对你说过的话 在神借着这些预言 或你灵修的感动 放在你里面 无论你在各个职场 神要可能让你成为 职场的精英 成为职场的卓越 成为职场的领袖 但你千万不要想说 是不是我 我公司会变大 很多时候说主啊 是我公司变大了 或者我的职位变高了 但主啊 你借着我 对这个城市 对我们的国家 或对什么领域的人 说话呢 所以今天第二个来祷告 我相信多少 每个人里面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家庭 在你所接触的环境 神放了一些的看见 梦想 感动 负担 在你身上 你说主啊 你来成就 神怎么成就 我们不知道 所以约瑟这个旅程 就是承载了 以色列 借着他做宰相 而能够看见 神如何带领以色列 离开埃及 进到应许之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心中的梦想 要承受神的国度 同神来祷告 阿爸天佛来到你面前 要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过去在先知预言 或在过去 我们的灵修 或过去有人对你讲过 一些你的恩赐 你的才干 主啊 你这一生 你要如何在神面前 领受蒙大福 蒙大恩 主啊 这样预言 主啊 今天让我们转念 主啊 这是为着神的国度 为着有一群人 在这个城市 主啊 为着国家 主啊 你正在服事事奉 一群人 因此不再是自己 而主啊 不再是自己 或许神放在你里面 对一些家庭有负担的 或许啊 有一些走过破碎的 有一些流泪苦的家庭 神呼召你 要做这一块 你要相信 神正在熬练你 扩张你 使你成熟 要承载 这个世代 有许多家庭 要你帮助的 或者有许多 下一代破碎的孩子 就像上礼拜 欧洲伊藤牧师 日本的白之家 伊藤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神呼召他离开日本 到这沐纳沖神 在那服事一个破碎家庭的孩子 欧洲我们看见 伊藤牧师在神的面前 神使他成熟 神扩张他 让他服事在 冲神那个世代 破碎的孩子 因此不再是为我们自己 是为着神的国度 阿爸我求你今天 把这样的思想意念 主要扩张 主要让我们真知道 不再是自己 有些可能是要跨国的 是跨文化的 是跨越的 但主啊都不再是我们自己 而是神啊 你的灵 主的国带领我们 主我谢谢你赞美你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之后要为大家来祝福祷告 神圣神圣灵给最爱的耶稣 你的神圣灵愤 是我的一世锋 你以你 등店是我的一世锋 也认为你的串ninu yearn 的现场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写黑地 北极释迦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正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写给你 一起释迦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正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记得恩宠 涵带着神 在你生命中的心意和想法 那个恩宠 不是只是大房子大车子 那个恩宠 是由神借着你 要完成的命定 今天在台上是我们一群的原住民 爱族的原住民 弟兄姐妹 我很渴望月儿的家 不是只有讲国语 讲台语 有讲原住民 讲客家话 甚至有讲英文的 有讲东南亚语言的 越南话的 印尼话的 这才是神的家 不是只有我们都讲一样的话 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文化 一样的思维 我真的很渴望 约尔这个家 有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 祝我 求你怜悯 约尔 蒙大福的教会 不是只有我们蒙福 我们一直在思想怎么样 跨越文化语言 我们要走出去 所以约尔家 求神怜悯 今天你所领受的 我们在职场 我知道神 有些地方飞来飞去 可能你的业务 你的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飞来飞去 你要问神 为什么我的工作 要飞来飞去 主要一定有神的美意 因此我很渴望约尔这个家 不是只是讲国语 台语 我们有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 不同语言 我们不走出去 你知道谁走进来 神就拆派白之家 日本伊藤牧师 因为原本都没有安排 是圣灵主动 带来让我们看见 一个跨文化 因为日语对我来讲 根本没有办法 不会讲 不代表我们不能做跨文化 所以神就把伊藤牧师带来 让我们看见一个这样的教会 在冲神 那个被遗弃 冲神是一个最贫穷的县 他的最贫穷 最弱小而且离婚率最高的地方 他在那个县里面 又是最小的叫做独谷村 神让我们看见 一个这样的地方 伊藤牧师 没有结婚 但神怎么样让他 兴起下个世代 我看了非常的感动 动容 三岁五岁的孩子 已经被神装备 他们整个教会的孩子 一生就是要做牧师 做传道人 做宣教士 我说神 所以求神怜悯 我说主啊 我们中间 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佼佼者 真的要问神 主啊 祢帮我放在这个领域 主啊 我怎么样借着神给我的恩宠 祝福 我所在的职场 阿爸天父 我要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今天祝祢的话语 扩张我们的信心 扩张我们的眼界 做很多东西不再是我自己怎么想 我自己怎么获得 做我的名声 我的成就 做是借着神的恩宠在我们身上 如何祝福 做我没有想过的人 做求主怜悯 这是神的扩张 这是神的季节 愿我主耶稣就会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引导安慰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次来让他掌声过给神 帮我